大家好,我是爱八卦的持瓜客代表 原本以为2021年内娱动荡从年头踏到年尾已经刷新了客代表的金钱关 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 近期,张婷夫妇96套房产被冻结,再次刷新了小编的认知 一个人拥有96套房子是什么体验?客代表想象不到,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今天送上整理好的大瓜,一起起底微商大户张婷夫妇的奢靡生活 这次的大瓜主要追溯到2021年年底 12月23日,石家庄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知名日化品牌TST挺秘密 运营主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涉嫌传销,进行立案查处 当时,公司所有人张婷及其丈夫林瑞阳被调查,冻结资金6亿 早在本周,这个还没熟的瓜迎来了新的进展 澎湃新闻爆料了张婷夫妇涉嫌传销活动案件的后续 目前,张婷,林瑞阳夫妇创办及经营的TSD达尔威公司 名下96套房产被查封,价值17亿 目前查证这些不动产由达尔威公司组织传销器件所购得 客代表发现,这家TSD公司可是不简单 深挖19年,张婷在公司成立五周年之际发的微博 五年相守,为TSD快乐相聚 照片里除了张婷夫妇外,还有徐征、陶红、罗志祥、林志玲、胡海权等人 在TSD的官方公关稿里面,大张旗鼓张扬 全明星老板为其代言 天眼查数据显示,上海达尔威TSD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 由张廷为法定代表人的盛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占股31.9% 另一家公司,广宏投资管理资讯有限公司持股35.2% 演员陶红占股6.6%,TSD公司受益人是老公李瑞阳 96套房产,价值17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去年内鱼动荡开门红的郑爽 因为被前男友爆料带美国代孕并弃养震惊自作 后续前男友张恒实力补刀举报营养合同偷税2.99亿 与张廷夫妇的17亿相差了5.6倍 赚得盆满钵满的顶流主播一姐威亚 涉嫌偷税漏税6.43亿元 是张廷夫妇96套房产的三分之一 而今年刚刚塌房的新生流量明星邓伦 偷税漏税4.7亿是张廷夫妇涉嫌款项的27% 这样一对比真是天价呀 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评论表示震惊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一庭等于17亿的 这些房产经查证 都是在组织传销的TST公司2020年购入 在新楼竣工之际 张廷夫妇还带着桃红 明道等明星参观大楼 直到现在 张廷及其公司依旧对外宣称 公司是合法经营 张廷本人也转发了公司声明 TST打造的微商帝国里所谓的家人 是否有住过这96套房子里呢 这些房产可能分给家人们半件 近期 有合作的代理商爆料 在张廷夫妇一手打造的这个帝国里面 林瑞阳是大哥 张廷是娘娘 而会员和代理商则被称作家人 被拉下水的家人们刷爆信用卡 倾家荡产同传 为了指标 也是为了实现成为董事长 月收入十万的梦想 张廷夫妇能够成为头部微商 与明星光环的因素密不可分 张廷在1991年因出演戏说乾隆二走 随后在14年的《五妹娘传奇》中 饰演贵妃一角获得广泛贯注 而林瑞阳因为苏佑鹏林志颖版本的绝代双雕中 饰演燕南天二走红 如日中天的他们 没有将心思放在演艺之路上 而是逐步开启圈钱计划 另一方面 贺代表发现《处罚决定书》当中显示 自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 发展了红卡会员65万人 此业务收入为91亿元 这其中的17亿就是当时购买 那剩下的钱都去哪了呢 知情人士起底了张婷夫妇一家的奢靡生活 指去他家会迷路 浴缸要两小时水才能放满 张婷家住在上海高层号宅 面积达到1600平均 俯瞰黄浦江 曾经在节目上 张婷透露家里配备了五名服务人员 一名司机 一名保洁 一位私人厨师 还有两位保姆 甚至在康熙来的综艺里面 透露过回家祈祷水都要预约 因为浴缸太大 两小时才能放满水 说了这么多 有震惊到吃瓜的你吗 可代表觉得理智追星才不会被割韭菜 吸了别人的血汗钱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